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千零二十五集 长生灯 天地内数不清的水晶界 掀起超越这世间一切声音的呼啸破空声 从四面八方 从那化作惊渊的通天海上 忽然而起 一把把水晶界折射出光芒万丈 璀璨无边 让这天地在刹那中 皱亮到了极致时 通天道人神色大变 呼吸急促 他的心神中首次掀起了滔天大浪 尽管对于长生卷的神通 他很是了解 可这一刻从白小春手中施展出的道法 依旧让通天道人内心强烈的震动 正是因为知道长生卷的道法之力 所以他清楚的知晓 长生卷与其他功法的不同之处 这是一门旷世之法 在修炼中会根据修炼者的悼念 自行演变出神通道法 如此一来 每个人的悼念不同 所以演变出的道法就截然不同 就算是他对长生卷研究足够之久 可还是对于白小春刺客施展的道法 很是陌生 这白小春的道法 最终会是什么样子 通天道人不敢小觑 眼看着四周铺天盖地的水晶剑呼啸而来 他身体正要后退 可那些水晶剑的速度更快 红明街就一路破开了天雷 瞬间临紧 通天道人神色一挤 双手掐掘一挥中 他四周的阵弓之雷又一次降临 这一次不再是去攻击白小春 而是降临在他四周 形成了雷幕阻挡水晶剑 哄哄之声 撼动天地 远远看去可以看到 那些千万上亿的水晶剑 不断的临近 撞击在了雷幕上 使得巨像不断的传出 使得天地颤抖中 强悍的倒门正攻雷法 也都肉眼可见的虚弱 越发稀薄的同时 却阻挡了霸方水晶剑的轰迹 这无数的水晶剑 虽都被雷幕所阻挡崩溃 可却没有消散 而是堆积在了通天道人下方 赫然从下方的通天海上堆积而起 隐隐的好似形成一个竖着的基座 这基座由崩溃的水晶剑 凝聚而出越来越高 直宠苍穹的同时 天尊四周的雷幕终于溃散开来 可那来自八方的水晶剑 也在这一说全部被阻挡崩溃后 形成了通天道人脚下 那惊人的如晴天支柱般的基座 白小春这就是你的道法 通天道人喘息有些不稳 可墓中却露出灵力之盲 带着天底之威 似一切道法不可撼动 站在那基座上 木然开口 白小春冷冷地看着通天道人 右手抬起 向着天空木然一指 天目为照 话语从白小春口中 传出的瞬间 苍穹传来一声轰响 模糊中 竟出现了重叠之影 似乎这一刻 天空在白小春的一指之下 被分成了数层 如同把天空化作了一张大布 又将此布分成了数层 眨眼间 第一层天目就骤然落下 向着通天道人直接笼罩过去 这一层天目肉眼看不清晰 只能看到四周的遗弃都处于扭曲中 那似乎半透明的天目降临的遗场 天尊灭色在壁 恰绝间 其道门 训弓之法 毅然展开 形成了无尽黑风 在四周猛的爆发 要去阻止天目笼罩 可他的道法刚刚施展 苍穹内第二层天目 第三层天目陆续而来 随着天目落下 这整个苍穹越发稀薄 直指第八层天目也降临后 层层叠叠 赫然将通天道人如风影一般 笼罩在了通天海上 方言看去 通天海内 那水晶基佐之上的通天道人 他四周黑风呼啸 挣扎中似要冲出 可其八方范围 随着八层天目的笼罩 赫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罩子 这罩子就是剥离下来的天目 不是蓝色 而是透着灰白 与此同时随着苍穹被剥离了 大半一近乎透明 甚至都能看到天目后的漆黑虚空 通天道人 气息此时有所波动 一股强烈的不安与危机 让他在这一刻发出嘀吼 四周黑风不断的呼啸卷动 想要冲出这里 可短时节竟无法做到 就在通天道人这里 心神震动的刹那 白小春的目中越发冰寒 左手掐掘抬起 再次一指 口中如天雷般 斩出惊天之声 万寿无疆 这四个字 从白小春口中传出的遗数 他的身上长生气息 哄天而起 赫然在整个世界 在这整个天地内 凭空的幻化出了 无数的寿字 每一个寿字 都带着白小春的长生气息 这些寿字大大小小 数量之多难以形容 只是粗略一看 竟不比之前的水晶剑少 刚一出现 就轰轰中 只本如今笼罩着通天道人的天目之招 瞬间而去 眨眼的功夫就陆续的出现在那罩子上 并非穿透 而是烙印其内 随着烙印 能看到那无数的寿字 每一个都散出惊人的气息 使得天目如被加持 其封印之力更为强悍 已然超出了某种极致 其内的通天道人 此刻呼吸越发急促 心神内那不安之感不断的爆发 使得他有种强力的预感 如果自己无法离开这天目罩子 那么将有大凶险降临 要尽快离开这儿 天尊身体猛的疑惑就要冲出 可无论他施展了什么手段 竟都在短时间内难以冲破 危机中天尊低吼 掐绝下其道门离宫 周然展开 离宫赎火 在展开的瞬间 通天道人的四周就有无穷天火 烈焰熊熊 向着四周轰隆隆的扩散 思要去将所有阻碍 全部焚烧成为飞灰 就在这时 白小春目中杀意强烈无比 无视被焚烧的天目 他的右手再次抬起 向着被封印的天尊 默然一指 书生为主 在白小春这句话落下的刹那 一声超越雷霆的昏鸣巨响 直接就在天幕内 水晶基座上的通天道人体内 轰然炸开 随着炸开 通天道人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 他的双眼刹那赤红一片 劈头散发中 他的身体竟肉眼可见的浮现出一层 辣 这辣的颜色森白 此刻大范围的蔓延 也就是眨眼的功夫 竟全部覆盖完成 且还在不断的加号 这一切让天尊的不安彻底爆发 他的体内修为再次扩散开来 化作冲击四散的同时 通天道人低吼了一声 道门 对宫 对宫非水 而是泽 在通天道人开口的刹那 他的身体在那白辣的覆盖中 顿时凹陷下去 他的四周八方 直接就化作了沼泽 这沼泽带着强烈的腐蚀 足以融化一切 思要去抵消自身的蜡花 更要去腐蚀 这八方的天幕封印 轰轰之声 喊动天地 那扩散的水则腐蚀 配合之前的数座道门之法 让八层天幕层层碎裂 但随着那些寿字的加持 天幕依旧笼罩 任凭通天道人如何施法 他的道门虽强 可在这一刻 在白小春的长生道法下 竟还是无法完全破开 而他身上的白蜡覆盖 虽同样是被水泽所阻 蔓延慢了一些 可依旧还是强韧无比 使得通天道人的皮肤 渐渐化作白色 整个人好似成为一个辣人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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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天道人神色猙獰 阳天怒吼 在这咆哮中 死有更强之法 从其体内爆发 眼看其皮肤上的白蜡 都出现碎裂的征兆 四周的天幕罩 也都开始要崩溃 就在这时 白小春深吸口气 闭上了眼睛 但这一刹那 当他双目再次睁开时 他的眼睛里 赫然出现了滔天之火 长生 灯程 天尊的身体如蜡烛 在白小春双目开合的瞬间 陡然点燃 这正是白小春 长生卷演变出的 独属于他自己的神通 其名 长生灯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